大家好,我是艺术体操冠军朱丹 也是中国首位冠军跨界跨向的国际级裁判员 我第一次去香港呢,是我11岁的时候 1999年,这一次访问呢 其实对我后面运动生涯非常有影响 去了之后呢,眼前一亮的感觉 也是让我对后面的训练有很大的触动 在香港访问期间呢 也是跟香港的青少年的队伍进行了技术上的交流 和友谊上面的建立 那么在我运动年时期呢 我的航港交流有三次 第一次是99年,第二次是05年 那第三次是08年 在奥运会后 那我退役之后,我做了这个转型 我在18年开始作为香港艺术体操的技术顾问 那么在香港艺术体操国际比赛当中 我也担任了国际裁判裁判长的这个工作 现在看到香港的艺术体操在快速的发展 这些年呢,每一年都有国际赛事在进行一些紧密的交流 通过这些年这么多次的交流 我发现香港小朋友喜欢艺术体操的孩子特别的多 在这里呢,我也建议这些小朋友们能够坚持的训练 这样子你可能能看到不一样的成果和不一样的自己 现在呢,两地交流也越来越紧密 尤其是内地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 他们也愿意到香港去帮助香港局事业更快的发展 正因为这些年不断的积累 我国香港代表团在去年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一金两银三桶的好成绩 也是历史佳季了 也希望未来两地有更多的年轻追梦人 以体育为切入点 为祖国的体育事业做贡献